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香港今天是沒有新增新型冠狀肺炎的本地確診個案 下一則的消息 香港政府公佈2020年7月至9月的賣地計劃 發展局局長王維倫表示 下一季將會推出兩幅住宅地皮 一共可以興建大約160伙 創下有紀錄以來最少地產商萬歲 我不知道我可以表達到什麼 真是期待中央怎樣可以支持香港解決 民生的深層詞問題 就是這些偉大的發展局局長 未必關他事的 是不是關發展局事呢 下一則的消息 是想和大家看一宗的案件 大概案情是7名市民及記協 不滿速龍小隊及防暴警察 在執勤期間隱藏警員編號 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下 政府那方面強調以行動呼號去代替警員編號 是沒有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 而周家明法官押後裁決 這一宗的案件我最想和大家看看 這個法官 是個法官 和代表政府 即是警察這邊的大律師的對答 問答 是法官問 法官就信問 市民就希望投訴可以更加方便 倘若警員使用過分的武力 變成常態 儘管警隊內部 可能有機制讓警員 互相之間識別身份 但起不公開 他的身份編號 又如何談得上效率呢 代表政府這邊的大律師回應說到 指警隊內部有現行的系統 就著這個投訴 安排搜索證據及調查的 而系統亦都會確保 這個被調查者及調查人員 來自不同的部門 現在亦都沒有證據 顯示以上的機制是不可行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試一試呢 這個法官還問道 警員身為公務人員 擁有執法權力 背後有什麼理由可以隱藏身份 大律師回應說到 匿名可以防止警員 遭到惡意起底之外 亦都可以避免他們 被人秋後算帳 畜龍小隊及防暴警員 主要在多人的示威場面 執法 會有較高的風險遭到他人尋仇 我甚至乎想補充多些少 匿名除了可以保護警員之外 防止被人秋後算帳 更加可以保護警員背後的家人 及他身邊的人 是不是法官看不到 法官看不到那些 怎樣傷害警員的小朋友 這些新聞 還是他假裝看不到呢 好了 之後 這個法官 就同意匿名 可以避免警員遭受惡意起底 但是他又反問 那竟然警員可以受到匿名保護 法官及律政司的檢控官 是不是都需要隱藏身份呢 嘩 不同的崗位 這位大律師就回應了 就說到不同的崗位 職員蒙受不同程度的風險 不能夠一概而論的 不知大家覺不覺得 這一位法官問的問題 是有立場的 他的立場是站在原告那裏 第一條問題就是跟你說 躺藥警員使用過份武力變成常態 他為何不帶一條問題來問 躺藥網絡暴力起底警員變成常態呢 對不起 錯了 是沒有躺藥兩個字 是已經是事實來的 那為什麼 你假設過這樣的前設 是不是 然後 大哥 人家要匿名 你就問我 怎樣可以更有效率 適色地去識穿他的身份 即是你穿著一副規格出去打仗 你就 喂你一告訴我 我打你哪裏 最容易打死你 或者 我最難容易穿透你那件的裝甲 是這條問題來的嗎 好了 大律師解釋完了 之後又在這裏問 哎呀警員為何可以隱藏身份 嘩我扭了頭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條問題 因為始終我沒有可能知道所有歷史 以前其他國家 有警察那些是否完全不會隱藏身份 現在國民警衛軍會不會隱藏身份 或者都不用隱藏身份 人家浪費把也出來了 嘩咻 你都不知道那顆子彈哪一支槍射出來的 這個理由就很簡單的 擺明就是有人想攻擊這些警員 是不是 他都可以問得出 問得出之後 他還可以有連帶第二條問題 那法官和律政司這些人 是不是都需要隱藏身份 那你就看事實的根據 警察有多少人是有意地去傷害他們 法官你有多少人有意地傷害你 你會發覺 這個是一條數據來的 不能給的 我不知道 但是實際上這個已經很清晰了 否則歷史怎麼會發展成這樣 第三件事 法官在問你需要不需要隱藏身份 我覺得你這條問題真的講得很好的 法官你什麼值的 當然我不知道法官真的是什麼值的 例如我普遍問一下 香港不同的法官是什麼值的 他們會不會隱藏身份 例如前一陣子 我們香港的某高官 廣播署 那一堆 我不記得的名字 準確職位我不記得了 就突然間跟大家說 我是美國人 我是美國護照 他真的爭在那一句 吹呀 還沒說出口 是不是 擺明有些人蓄意隱藏身份 擺明你幫助那一邊的人 那些立場就在隱藏身份 你不問那些 那些無面暴徒 為什麼要隱藏身份 是不是 那當然 最後 我提出的一個好奇 為什麼是由法官問這些 這麼有立場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 所謂的司法覆核 是強制要法官站起 原告方去問這些問題 這一點呢 我是好奇的 是不明白的 如果這個不是法官 這個是原告律師 去提這些問題 我都覺得無話可說 所以就是知道的 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真是法官 我不知道為什麼做法官 不是他特別要幫這個 原告去提問題 他自己提出這麼偏頗的問題 那再下一則消息 美國國務院就發表一個 叫2020年美國泛運人口報告 指出香港政府在消除人口泛運的工作上 未達最低標準 在打擊人口泛運的工作的執法力度 亦都見到減少等等 並且將香港評為第二級別 即是監察名單 而香港特區政府的發言人 對這個報告表示強烈的反對 認為報告裡面提出的指控 是由不具名人事及團體所提出的 沒有提供任何具體個案細節 報告中不少的分析 似乎都僅是基於全民結論基礎薄弱 對香港的評級明顯是基於嚴重的偏見 及欠缺事實根據支持的 特區政府是堅拒接受以草率及偏頗的方式 達至結論及評級的 我覺得這一則的 這個所謂的泛運人口報告 真是搞笑的 完全就是等於那些黑暴聲稱自己 又被警員不知怎樣性侵犯 輪流性侵犯,開局化 一模一樣的 他提出的指控是無名人事 迷一般的人物 迷一般的團體 是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細節 對不對? 一鬼讓 美國現在說你泛運人口 遲些可能說你是恐怖主義 對不對? 都不排除了 我們都要知道美國的底線在哪裏 有什麼動作 而我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對方是會做出他們認為最激烈的動作 坦白說 這些隨便脫掉帽子 沒有給你這一種行為 都覺得未來大把那麼多 但是其實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在販賣美國這個招牌 下面是沒有證據 沒有料到 對不對? 沒有辦法 國家在衰退 他只能夠 最後拿乾拿正 他們這個招牌 這是我的看法 好了 之後再下一則的消息 早前中印邊境衝突 兩國關係緊張 印度民間更加出現抵制中國貨的聲音 得利的一個主要酒店業協會 表示 會員的公司 將會不再接待中國公民 涉及大約三千間酒店或賓館 大多數是三至四星級 涉及的酒店房的數目 多達7.5萬間 好了 影片的最後 和大家看看觀眾留言 這位觀眾就說到 新加坡總理和他的弟妹 反目 他的弟弟參選今屆總理競選 而新加坡有八萬多的外勞 他們對外勞極差 生活環境惡劣 收入低微 因為爆發疫情 多起外勞的住所 有幾萬人的外勞 染上新型冠狀病毒 所以 世文你說 叫黃絲 看看新加坡 請解釋 謝謝你 先說第一句 新加坡總理和他弟弟妹 反目 應該不跟國家制度 所以我評論不到這件事 第二件事 我很想說 新加坡有八萬多的外勞 他們的外勞 生活環境極差 首先 我確實是不知道 他們的環境到底差到什麼地步 假設是真的 他們的生活環境差過新加坡 普遍生活環境 假設這樣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外勞 我需要給他們五星級酒店嗎 你當然想說 那不是 可以給的 如果你是這麼有資格去住五星酒店 你會不會質疑這些外勞裡面 這些所謂的新加坡的所有外勞 是沒有高層的 我覺得不可能 新加坡是給大家的印象 他們懂不懂得去追求吸納外來的人才 這個是他們成功的地方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在新加坡應該是能夠 一樣能夠拿到好的待遇 二 好了 他們生活環境極差 真的不要介意 就是我在這裡請你 即是在國際之間請你的時候 這個環境 這個價錢 你衡量一下 你來不來做 OK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他的生活環境會不會是差一點 那麼 差到什麼地步我不敢說 是不是騙他 那是另一件事 除非你說騙他 以前就說去美國 建了鐵路 建了鐵路 那些就最後騙你 如果別人表明清楚 環境是這樣的 那是另一件事 第三件事 疫情爆發結果 建了外勞的住所 即是生活環境較差的人 不如這麼說 是不是 但是你和美國沒有掛勾 你搞清楚 生活環境較差 本身真的容易受感染 但是你本身有沒有競爭力 令到你自己做得更加好 而如果這些外勞住所 你要知道 他設計當初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個病毒 你明白嗎 設計不是用來預計未來 一些未知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環境可能是差一點的 這件事真的不奇怪 而 但是現在人家不是拿著槍指著你的頭 你是第二個國家的 我指著你 你現在過來新加坡打工 不是我 不是這樣的 是自願的 但是他們面對的風險 現在爆發了 爆發了 怎樣去處理 這件事 他們的處理方式 會不會受到偏頗對待 我簡單說一句 我看不到別人 怎樣爆發這種偏頗對待 對不對 你看一下 美國有沒有偏頗對待 這個是根源上的差異 這就是我的看法 這就是我的看法 好了 今條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 和訂閱 不好意思 我最後想和新加坡說多一句說話 我說新加坡做得好不好 我從來沒有說過 新加坡是完美的 對不對 中國都不是完美 西方主義更加不是完美 這個才是核心的項目 好了 大家拜拜 請訂閱 訂閱 點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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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 訂閱